教我們進入哪個工具就是這麼多 教我們前氣這件事 你不要趴下我把東西捧進來 歡迎收看港男講女 我今次有一個叫Chili 我說Chili很辣椒的名字 多少辣? 不知道多少辣 但床上的東西都很麻煩 又來? 怎麼投訴? 投訴很老套就是前氣的問題 這些原來人人都要經歷 不是人人都要經歷 不是人人都要經歷 不是經歷就不是人 不是這個意思 很容易會出事的地方 Chili在嗎? Hello 發生什麼事?我只是知道前戲而已 然後我就不知道什麼事 我和我男朋友拍了半年左右 他就很急 每次一覆完酒店上房 他就會一下子就脫下衣服 然後就放進來 這麼快? 很前戲 很嫌陷陷陷陷 幹嘛打仗? 很趕時間 是呀 搞到每次都好像只有他爽緣 然後我好像 你陪企而已 陪坐而已 有少少了 還有最誇張的是 他是處理的 那就更加正常了 男人真的很開心 一來就很快來的了 我希望天下間的女人也原諒一下男人 尤其是沒有什麼經驗的時候 教育教我們這個工具 進入哪個工具就是這麼多 教我們潛起這個東西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東西 洗壞腦的行片 都知道要有前奏 要講氣氛的嘛 不是你一來遷陷陷脫衣服就來的 又不是這麼肉火焚身 處男是這樣的 你第一次就處男而已 你二三四五六七八次 你已經不是處男了 不要玩了 我沒學會的話 我那個也是我憑著上一次的經驗來做的 你知不知道 那你就聽了 我要有機會學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很誇張的 我都知道我第一次了 所以我都很遷就他 他要一來就這樣 我心都沒有濕 很痛的 很不舒服的 然後每次接完之後 我就跟他開始練習 我派你去看AV 他又不看 然後又要再來 你不就控制住他 推開他 NO 剛剛在一起 所以我又不想 弄到他不開心 但這樣你不開心 我講錯了 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也不可以的 如果你跟我說你菜不聽 我就不會罰你 我要罰停賽一個月 可以嗲一點 你不聽我罰你 哈哈 我試過軟的 然後試過硬的 發脾氣 推開他 也不太好 那你直接不跟他去就行了 這個不是很實際的 你因為前戲 因為你不處理好這件事 你不正視 我是不會的 你不能夠減Chilia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好事 但是你不要趴下 我把東西統一進來 是的 雖然當然Chili的男朋友 有些知識不足夠 所以他以為這樣就這樣 或者他純粹個人的喜好 但是相對來說 Chili也是一樣 他也有些不懂的 他不懂這個問題如何處理 首先你真的慢慢地讓男士知道 就是這個前戲的重要性 剛剛跟他一起看AV了 其實你們不一定要看愛情動作片 你們可以看一些SweetSweet愛情片 你會看到別人怎樣互動 反而入獄我就覺得完全破壞氣氛 但是在入獄之前的那些鏡頭 你抱一下我抱一下你 What's that 那些是不是女性自己的fantasy 男性是不是真的很想 可以很激情地 不是一定要慢 我覺得節奏不快慢 但是問題是有些節奏 都會令女性快地投入狀態 你們有沒有試過喝一點點 播一下音樂 沒有的完全做不到 那張卡一放進去就已經來了 不知道的 你喝完酒之後可能更快 誰說不記得 喝完酒 我意思是再快一點前奏更多 我真的試過很多方法 那怎麼辦 我有個方法也試過 那你喜歡她 但我也很喜歡她 那又不會因為前奏而分手這麼困難 你覺不覺得是不是有些不尊重 你一來就請問尊重在哪兒 我是你女朋友 我不是娃娃來的 我在這裡再三呼籲 男士們這些歡樂的時候 不是只顧著自己 因為可能有些男性 尤其是她經驗不多的時候 她以自己的歡樂為首要 她忘記了對方 還有過程 那都是不舒服的 是 是 剛才她說 喂 濕都未濕 很強迫的 真的痛 我身體也不好受 是 一定不好受 都是那句 不好意思 不要再說 我這樣發暗號 不是又找到我了 真的很有畫面 我老實告訴你 對著鏡頭我都這樣說 我也錯過 我也急過 小時候血氣荒剛 什麼都不知道 那個男生也是這樣 我不是 我覺得不是 下面想事情 不是 我真的覺得不是 下面想事情就當然了 是 下面怎麼想事情 柱南在這方面 真的會差一點 因為她沒有經驗 沒有那麼多人跟她 參與檢討 她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少一點的 你也體諒一下她 希望你 Chili是有跟她去談 看事情檢討 但是她還是不做 我想說 我以前做壞孩子 都壞了半年 我不知道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倒入她男朋友去想 女生怎樣告訴我 其實也有技巧 如果你只是要求 你給我多點前戲 其實男生是不明白的 因為變成是你過份的苛求 你這麼多要求 我會這樣想 Chili 你有沒有試過 做一些 你啊 你啊 你有沒有試過做那些 她很急 但你特地 可能做些事情 好像引誘她 或調戲她 然後好像跟她玩 那種互攻互守 令到她的狀態很興奮 反而你都可以容易點投入 你不是說不 而是你會給她一個認識 我現在跟你玩些節奏 我們慢慢來 你有沒有試過這種 那不是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在過程中 你都會自我帶入了興奮 即是說阿米她建議 你預期要100%靠我男朋友 去前戲 苦摸疼我那些 可以你自己都做些事情出來 令到氣氛你自己容易點投入 對 你自己開心點 對 你之前那些雜數都說過 譬如說 香氛啊 燈光啊 我想再大膽一點教你 是怎樣 終於是我教你 是試一下 她很急 她穿上衣服 你可能試一下 推她下床 可能找些東西 保持著她 讓她不要動 然後到你去令到你自己跟她的狀態可以同步的時候 先令到她可以嘩 嘩 會不會好一點呢 因為嗨人士這些情調 我覺得在過程中 女生都會有那種荷爾蒙的興奮 你可能狀態都會快一點 又不用靠她 不用靠她 我自己都可以做些事情 玩些事情 可能在這樣裡面 她就發現到 可能有一點點情趣 她會發現到 原來不需要一來就 嘩 嘩 像獅子猛獸 因為尤其是 尤其是處男 她沒有太多經驗 她以為這樣就叫做Sex 但原來不是的 我還有很多東西 原來香氛或燈光 原來都可以好玩了 玩些小把氣 對 小遊戲這些 這些小動作 原來都很過癮 她有一天會慢慢明白 原來這些是更加好玩 尤其是如果 經過了這些小遊戲之後 Chili你作為一個女性 你都投入了 其實我想她多少都看到 是 有些時候我覺得是一個互動 可能她很快 在搶著自己的衣服的時候 你突然停止她 你需要幫她搶 極慢地搶 又或者你保持著她 讓她不要動 然後你自己幫自己搶 我經常覺得 有了一些能夠停的一秒 其實那個節奏就會不同了 那節奏可以是你掌握的 既然她不懂得掌握 其實不是你轉的節奏 我同意 嘗嘗嘗 好像教壞的 對 我剛才也在想 咦 那方向錯了 我們節目的方向 為何來到這裡 是動作輔導 不是這個意思 阿米的理論就是 有些事情女生都可以做 對 她不調情你 就是你調情她 對 要求男人 有時候未必可以的時候 尤其是主男 真的很直 你搞十個花繩 可能有一兩個花繩 真的能打動她 或者令她明白 原來這樣我女朋友 會更加開心 會更加投入 可能都有好處 好 對 反正有時候我太喜歡她 我覺得你試試拿回 在這方面的主導權 希望聽到你成功 好 多謝你電話先 拜拜 拜拜 你好 我好像教你 本心歡喜 她很滿意地收拾 不要打給我 我真的不懂教大家 我覺得 中國節奏和情趣 是要自己穩的 對 每個人的節奏能力都不同 希望各位女士 都體諒一下男性 不是每個男性都懂 真的 對 她不懂就是你自己來 對 其實真的無所謂 男士們看完之後 你也要檢討一下 對 也要學一下 幾招牌阿新都要 這個是限於女性本身 你說腦部結構也好 身體結構也好 真的需要前戲多些 才可以更加投入 這個與生俱來 也不要怪女士 嫌她們麻煩 我也有這樣想過 其實我想說 前奏有時候 不是說又要摸石 不是的 有時候是一些感官的刺激和挑鬥 對 對 就是穩定幾招牌阿新 哈哈 真的搞不定 不知 無謂因為這是夜相感情 對 我認同 我認同 我洗心革面之後 我就認同 我以前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覺得 我的女朋友這麼麻煩 我給你這麼多 還不夠嗎 我給了三分鐘前 你還不夠 你還不給我 三秒鐘給我 我知阿莊摩洛哥 原來是這樣的 對 記得讚好我們的影片 喜歡當然是分享給朋友 留言 我覺得留言之後 我也想看看大家覺得 前奏真的不需要受 吃這麼久 可能是30秒 一分鐘都可以 究竟為什麼前奏很棒 大膽投訴一下男朋友女朋友的事情 OK 我們願意接受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 還有新片 你就會馬上知道 下次再見 拜拜